转眼间就入秋了,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款国潮酥点,秋日的栗子桂花酥,这个季节的栗子混合桂花作线,真的太般配了,一口下去酥香浓郁,赶紧做起来吧。 配方可以做12个花酥,依旧准备手揉油皮,有厨师机的姐妹,直接将材料都丢进去揉就行,没有酵母的面团揉起来就会快乐,揉到面团变光滑不会粘台面,拉扯开检查有锯齿状的厚膜,把油皮密封起来放冷藏松弛,就可以准备油酥和馅料了。 根据自己喜欢的颜色,用果蔬粉混合揉匀,达到无粉且很细腻的状态就可以,同样准备好抹茶口味,再将它们包起来冷藏一下,各分成6份滚圆备用,馅料部分是买的纯栗子馅,加上桂花混合揉匀,分成25克一个,冷冻一下会比较好包,都准备好后就可以取出松弛过的油皮分重了,22克左右一个。 滚圆后密封保湿,取第一个压扁,包入分重好的油酥,油酥和油皮,软硬程度差不多最好,全部包好后开始一次开酥,从中间向上下各擀开一次,贴着卷起来松弛15分钟,室温高就去冷藏松弛,松弛好后进行二次开酥,花酥的层次是暗酥, 我们不用擀得很长,依旧是从中间向上下均匀擀开一次,贴着卷起来就完成开酥了,将它们松弛10到15分钟,取出第一个油酥皮,两头捏合,压扁后擀开成圆形,纯栗子线动了一下会很好包,收口一定要捏合住,再把它均匀压扁做花酥造型, 其他没有操作的生胚都要密封保湿哦,等分六份和八份做出来的造型,我觉得都挺好看,烤箱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热,我用的石窑烤箱多层烤模式,刚好一次搞定,接着把余下的花酥造型和装饰做完,一炉烤不完的姐妹可以分两次烤,做好密封保湿就行,间隔开摆入烤盘, 入石窑烤箱145摄氏度,多层模式烤35分钟,花酥膨胀的过程比蛋黄酥更加治愈,喜欢更酥脆可以出炉前半开门,焖5分钟,每年的春秋二季就很喜欢做花酥,室温在20度左右,湿度也很适宜,心灵手巧的姐妹们赶紧动起来,一起感受这份季节限定吧。